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彌陀佛 我們這幾節課學習到第六品 發達誓願第六 尤其進入 善導大師說四十八願當中 真實的五願 最真實的五願 當然願願都是為了度一切眾生 尤其是度我這個眾生 那最核心的這五願 這個我們要 好好深入 這五願是定成正絕願 所有眾生往生極樂世界 當生都可以成無上正正正絕 是究竟的果決 這個願就很不可思議了 再來光明無量願 光所到之處就是利益眾生 那光明無量 那利益眾生就沒有兵器了 像我們今天要進入的經文是 受命無量願 還有諸佛稱探願 最後第五是實念必深願 黃令老還特別針對五願 有一個專題 我們把這五願學完 我們可以再深入 黃老五願的開節 兩位大善之士加持我們 兩位大善之士加持我們 這一願是無量受 在這裡 老和尚講到了 世尊為我們講阿彌陀經 給我們介紹的 彼佛何故好阿彌陀 彼佛光明無量造十方國 無所障礙 事故好為阿彌陀 彼佛受命及其人名 無量無邊阿身其解 故名阿彌陀 阿彌陀經這一段經文 我們要重視 所以師父說的 為什麼特別指出 無量光無量受 因為在一切無量裡面 這兩種意識最圓滿 這不簡單 在無量裡面要挑兩種 這個沒有佛的智慧不好挑了 光明代表十方 光明片照空間 所以我們今天講空間 壽命呢 過去現在未來代表時間 現代人講時空 這時空裡面所有一切 沒有一樣漏掉的 因為無量的時空 就寒色整個宇宙來 所以無量受與無量光 就代表廣大無邊際的時空 這裡面的一切無量 彌陀佛通通通俱主 沒有一樣欠缺 是表這個意思啊 那老人家這個開節啊 是有依據的 就是依據啊 偶益大師阿彌陀經要解 裡面講到的 這個要解的原文呢 是這麼說的 因為註解啊 比佛何故好阿彌陀嘛 那阿彌陀 阿是無啊 彌陀是量啊 所以正翻無量 那無量就不好說了 本不可說啊 本師呢 釋迦牟尼佛以光受 兩個義 收盡一切的無量 因為光則橫變十方 所有的空間都在裡面 受則數窮三計 過去現在未來 所有的時間呢 所以光這個橫數交錯了 就是橫是空間的 數是時間的 無量的時間空間整個交錯在一起 就是什麼 就是整個宇宙了 集法界體 就是法界體 法界全體啊 所以這一句名號 就是法界體啊 對阿彌陀佛的身 阿彌陀佛的身 極樂世界的土在哪裡啊 阿彌陀佛的法身在哪裡 他無量過 他無量說 他在騙一切處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真相 我們會不會覺得很孤獨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这一句名号就包含众生本来具有的本性 福性 好 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漏掉 好像老和尚 有给我们解释到了 老和尚讲的这一段是跟我们说 一切经 经中之网是华严经 华严经跟无量寿经比 无量寿经第一 因为华严经最后是时代运往导规极乐世界 这个祖师他们都有较量 华严经是全说 无量寿经是十说 是导入无量寿经的导入极乐世界的 那无量寿经最核心又是四十八愿第六评 那四十八这个第六评四十八愿哪一个第一呢 那第四八愿 十念毕生了 那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了 所以老和尚说了 整个佛法到后面了 到了巅峰啊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了 这六个字就是一切佛法 念这六个字啊 所有一切佛法 通通念了 没有一部经啊 离开这个名号 都没有落完 是法界体了 没有一个法门离开这个名号 也没有一尊佛菩萨离开这个名号 所以你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诸佛如来 通通念到了 所有一切菩萨也通通念到了 我念到这里挺开心的 我看你们的表情 也不算是很开心 那应该假如随文入观应该很开心 假如没有开心的表情 是不是真的吗 真的念一句都念到了 你看阿弥陀佛在给我们讲 老阿尚也在给我们开解 不必一个一个菩萨去念 所有一切经啊 通通念到了 无论是教下的 中门的 密宗的 全都念到了 哇 你看这多方便了 这是我们很大的福报 中的佛门第一特奖 一及一切啊 一切及一啊 这是华言的 这个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哇 你说脚下禅宗 密宗 全都念到了 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啊 还是依偶艺大师的注解啊 一及一切嘛 偶艺大师说了 三藏十二部啊 急责教理啊 都在离许啊 那教下都在这一句门号里面了 禅宗一千七百则公案 都在离许啊 这个是偶艺大师的话 不是我的嘛 那偶艺大师讲的话 印光祖师说 纵使古佛再来 为阿弥陀经注解 也不可能超过偶艺大师 而这个密宗 这个新教大师讲的 一个阿字出身一切托罗尼 托罗尼就是座啊 一切托罗尼出身一切诸佛啊 所以这个阿字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通通都念到了 老上这个话都是有祖师的依据的 好 所以这个偶艺大师在耀解这一段讲了 弥陀名号啊 就是众生本觉的理性啊 就是法界全体啊 所以持名我们持名号了 其是始绝合本了 这个我们本来是佛啊 现在又念这一句 自信了 这始绝合本了 那是始本不恶啦 始本不恶就直屈绝路啦 这是成佛最快的方法了 我们看那个地上经啦 伯罗门尼就是持佛名号啊 他念了多久 靠自己的 能力去的地狱啊 一天啊 一天录什么境界 法身的境界啊 你看这个修学最快速的方法 难怪大吉经说 若能但念阿弥陀啊 是名无上真妙禅 最快的方法了 我们都熟悉一些教诲啊 可能不知道是谁讲的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这些话大家很熟吧 当然熟归熟啊 得用上 还有一句 这个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着念头死 虚如法身活 这个大家熟吧 这是绝名妙行菩萨教诲的 他的开导啊 教导呢 编成一本书啊 西方确子 而他老人家呢 是静朝啊 修行的了 静夜导 在这个 静夜导 当中啊 这个有提到他真实的 例子 好 这个静夜导啊 这汇集了 黄念导啊 的教诲 尤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个念佛法门呢 稳当 修行的状态 你看现在末法时期 修行的状况很乱啊 邪师说法如很可差 修行人的状况很不稳当啊 这个法门是稳当 不稳当啊 这荣义啊 这稳义啊 谱三根谱背 三根都能够修学成就 还有妙 修学方法很妙 这个 从四词 我们词名是四善 可以达理词 从凡复兴啊 可以入佛心 我们刚刚 婆罗门女 她从凡心啊 一念了一天就入 法身啊 见性成佛的境界了 所以 这个法门庙啊 暗和道庙 巧入无声的方法 这个是诸佛 高度的智慧想出来的方法 不然我们凡夫 我们都知道 理尚之道 不能执着啊 可是叫我们马上 都不执着了 好难啊 几乎办不了了 直尺名号 可以执着这个名号 所以 将为荣居士赞叹 持名念佛 暗和道庙 巧入无声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跟念实相 没有差异啊 故能消众业 能灭众罪啊 万德鸿鸣 能灭众罪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静朝 静夜导 第三十一页讲的 信愿持名 不但是临终往生 不是临终才往生 若人根气猛利 修持精进啊 于现身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静待有一位穷苦的人 生活困难 起了厌离心啊 乃专程念佛七日 念了七天 敢阿弥陀佛 现身说法 当下悟无声法忍 那就悟无声啊 入法身啊 好绝名妙行菩萨 当然这里还提了 观经中 韦提西夫人 只是在家妇女啊 闻经见佛 就获得无声法忍 所以这个佛号的功德力 不可思议 所以始觉和本觉 我们持名始觉和本 始本不恶 身佛不恶 当下你看 这个真心去念佛啊 宝贝大师说 以持名 善根福德啊 同佛固 一个人持名 善根福德 跟佛相同啊 所以身佛不恶啊 故一念相应 一念佛 这个是 欧贝大师 开解到 这一段的结论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好 我们也常谈到啊 这一句佛号呢 是阿弥陀佛果地当中的果决啊 这个果地的果决呢 拿到我们因地修啊 那这从果起修啊 就集修集果了 所以为什么 欧贝大师说 以持名 善根福德 同佛 我们都不怀疑了 那这个佛号念下去啊 不但道心纯属啊 福慧增长 叫夜宵寺啊 是这个榜样给我们看的 绝名妙行菩萨七天的 佛罗密尼是一天 所以老上这一段开解 这一句佛号 无量光无量寿 什么都没有漏掉 那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是 寿命无量 那寿命呢 是一切无量里面的 第一德 如果寿命没有了 那你无量的财富 无量的眷属啊 谁受用呢 那全部落空了 所以寿命第一重要啊 有无量寿啊 其他一切无量你才能享受得到 才不至于落空了 我们这个膜当中啊 分四种 这烦恼膜 我们 一不小心就心穷不好 那个烦恼自己起来了 你都不用说烦恼来一下来一下 都不用叫 他自己就上来 属于外面的啦 天魔 真的有 任言经里面 后面讲五十英模啊 所以我好像有听过说 一般打坐的时候啊 要挂那个任言 任言咒啊 不然可能 这个干倒啊 尤其在末法时期啊 很多啊 这个不能不谨慎啊 李平然老师啊 到了台湾呢 曾经办过一次啊 金进佛七 七天不睡觉啊 结果啊 有人精神上出了情况 当然李老有智慧啊 他有威德啊 慢慢调回来 以后啊 不敢办了 这代表什么 以前这种精进佛西 古人 有啊 办到我们这个时代了 不能办了 众生的根性啊 要再用这个方法得利啊 不容易啊 这么精进出现一些情况 可能一执着的就着魔了 所以这善知识都会关机哦 这些我们也要懂啊 我们这一两代人啊 我观察啊 挺容易激动啊 动不动就 好像可以壮烈牺牲那种 这修行不是靠 靠这种壮烈的 气概啊 就能成就啊 修行是绵绵蜜蜜蜜的功夫啊 这个 这个 木具 神具木段 严低石穿 水到渠成 瓜熟地落了 所以这个 老和尚啊 指导啊 用什么方法啊 锅肉酱的方法 念累了 休息 休息好了 再念 当然这个前提是不可以自欺啦 你明明是懈怠了 念累了 白天一休息两个小时过去 那这个不行了 老是修行了 一定要打破 自欺一关才行 这个都是老上的关机 我们有遇到啊 同修啊 念佛啊 这个 正常的人啊 我直接求新净土了 不吃不喝 这个做法啊 有得上去啊 做了几天哦 后来有同修提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问一下 老和尚 这么做好吗 老和尚很快回信啊 不要这样做 大家冷静冷静想想啊 一个人不吃不喝直接念佛啊 到最后是什么结果 是往生了还是饿死了 你旁边的人激动 他往生了 他往生了 你看没学佛的人怎么看呢 被学佛的人吓坏了 你们这学佛的人命都不要了 我看他是饿死的吧 你怎么去跟社会大众讲 而且这种太强烈的做法一定社会大众会反感 你会影响到整个佛门了 你看人一激动起来啊 没考虑那么多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哪 老和尚都说不要这样了 你看人一冲动执着净起来了 老和尚的话也撇在一边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连孝轻尊师的坑都不足啊 后来 后来被当地政府阻止了 对啊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啊 哎呦呀 真的要考虑啊 不能太激动啊 到时候一个事件太夸张了 你怎么这个佛门的形象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尤其假如都在佛门里面 算有知名度的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了凡世讯有一段话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 你得考虑副作用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身而论天下 我有看过修行啊 很猛的 睡觉很少的 后面身体都出问题 老汉上讲经也提醒了 你修行你不是摆个样子了 很多人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体质状态啊 一天吃一餐最后都吃出胃病来了 因为你后面就不能表伐了 包含比方帮助别人求生净土 这个生病了 癌症了 那病是痛得很厉害啊 你要不要考虑到他痛的程度 一定不可以吃止痛药 那他假如痛到昏过去呢 没有定法 但是你得要客观观察他的情况 你不能执一个做法套在所有人的身上 你说他一定要痛啊 才能消他的业障 我感觉我们有时候直理啊 费了事了 哇 你看那生病的人 听到我们学佛人 你要痛得要死才消得了业障 哎呦 我看多久了 但是我听到我的心都有点凉 人人宏道啊 我们得展现一种慈悲出来啊 受生主地尽力地在体恤他 在帮助他 听到这些事例啊 我是感觉我们要寻忠道啊 不能顾我不能不及啊 还听到一个得了很严重的癌症呢 哎 他就这个求生了 啊 不吃不喝了 我听祖师是求死啊 是吧 一心求见阿弥陀佛 我好像没有听过哪一个祖师说 你病得很重了 东西都别吃了 你们有听过吗 东西不吃了 水也不用喝了 我好像没有听过哪一个祖师 有这样教的了 哎 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做法都出来了 我们比祖师还厉害了 他要体力吧 你说他都不吃不喝了 他那个佛怎么念呢 哦 而且你真念佛啊 那个佛光一照啊 那个痛都会减轻啊 有病啊 但是没有病容啊 那感应都很不失忆的 好 好 我们刚刚讲到啊 这个 一切无量啊 是寿命第一啊 才能够享受 好 接下来经文讲了 国中声闻天能无数 寿命一皆无量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大众都是无量寿 那这里提到呢 那这里提到呢 声闻天人 有两个讲法 一个是啊 讲他断烦恼的程度 一个说法是呢 他还没有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以前的身份 好 那只要是往生的寿命啊 一皆无量 好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各个都是无量寿了 那老和尚有提到了 佛的寿命长 常住在世间呢 众生就有依靠 像我们这个世间 众生浮薄啊 释迦牟尼佛注释才八十年 你看阿弥陀佛是无量寿 众生有依靠啊 好 那佛灭度之后啊 我们没有依靠了 实在讲啊 虽然留那么多经典在世间 我们今天有机会接触到 接触到这么多经典呢 还是盲修瞎练 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学哪一个法门 不知道自己的根性 所以虽然学佛啊 我们的疑惑不断 疑惑没有断掉 存了一个怀疑的心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了 佛说过啊 疑是菩萨的大障碍 那疑都是菩萨的大障碍 何况是初学了 其实佛啊 很慈悲的有开解到了 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你看禅宗兴旺了一千年了 末法时期我们已经到末法的第二个一千年了 也净土成就 在大集经说 末法时期异议人修行 喊一得到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了 所以佛说啊 菩萨疑惑是大障碍 用意很深啊 我们过去不明了 现在懂得一点 菩萨疑什么呢 怀疑净土 老阿上讲到 敬业三福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深信因果怎么是 大臣菩萨的第三福呢 应该相信因果啊 后来老阿上想到了 是怀疑啊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啊 虽然遇到这个经典呢 听佛说法 不能接受 不相信 所以当年法华会上 退席的人 就很多 不能接受 这个法门不能接受的人 更多了 我们从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 好多经文呢 也都是在 提醒我们 要去掉 怀疑 尤其在 这个末后啊 提到的 这个 这个 为求法固 这个佛一开始说 事故告如天人世间阿修罗等 应当爱要修习啊 很喜爱很欢喜的来依教奉行 身稀有兴 于此今中 深导思想 因为这一部经是 欲令无量众生 恕其安住 得不退转 急欲见比广大庄严 射受书胜佛唱 圆满功德德 当起精进 听此法门 为求法固呢 不生退屈 产位之心 不能 不能生起 退屈 产位 应付的心 要信心坚定 摄入大火不应移毁 假使大火满三千都不怀疑 成佛威德 心能超万 何以故 比无量益诸菩萨等 皆惜求此为妙法门 尊重听闻 不生违背 但是多有菩萨欲闻此经 而不能得 所以十方世界有很多的菩萨众 希望听闻这部经 这个念佛法门 在因缘不具足 而得不到 所以不应移毁 不能怀疑 佛在后面还讲到 下一品当中 阿异多鲁士本类大威德者 能生佛法广大一门 佛跟弥勒菩萨讲 大威德者修的都是大乘佛法的菩萨门 他们能开示佛法中的这些大乘法门 但是因为没有听闻此法 没有听到净土法门 有一亿菩萨退转阿弩多罗三秒三菩提 退失了无上菩提的心形 因为在末法时期 你不修这个法门 自己也很容易退 而且你要帮助众生 也很困难 退不了那个鸡 所以师长这里延伸到 就是要相信这个法门 不容易了 所以老和尚这里有提到了 这个五尘 人尘 天尘 生门尘 圆觉尘 菩萨尘 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 通通入弥陀的暴徒 这个是一尘了益 万善同归 凡胜其收 所以一般的菩萨 不能相信 好 接下来经文讲了 甲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西尘圆绝 与百千千西共计较 若能知其量数者 不取正觉 这个佛用比喻了 就是这个寿命的无量 那三千大千世界是很大 而且是 众生 通通通都成为圆绝 圆绝比阿罗汉还高 这么高的神通力 再经过百千节 来算 也不能算出万 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寿命 师父这里有讲 这个众生 地球上的蚂蚁有多少 这蚂蚁的树木 都不知道是人的几倍了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那是无量无数了 不好算了 所以用这个比喻 那我们 更加体会到这个 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 大众都是无量的寿命 那我们寿命无量了 往生了 哪怕是 我们一般听过的故事叫 乌龟赛跑 你走得再慢 那你一定会沉的 因为你是无量寿 好 我们看 夏医院 这个是诸佛称探院 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 无量差中 无数诸佛 若不供称探我名 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 不取正觉 那经文里面讲 十方世界 无数诸佛 没有一个世界的佛 那没有一个世界的佛 不讲净土三经了 没有一尊佛不欠人求生净土 除非你语言没成熟 除非你语言没成熟 给你讲你不相信 不相信你就会傍佛 所以佛 就不说了 因为傍佛有罪过 佛很慈悲 所以不让你毁谈 不让你造业 所以不输 当然这一段呢 拉到我们身上 我们觉得净土法门很好 但是也要看机缘 这太强求了 照说 对方毁谤 那就造这个业了 他可能先入为主的一些误会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要让他先入为主 一下子化开来 不容易了 而且先入为主的成见 你常常要试着用言语去说服 有时候会起反效果 反侯这个时候是用什么比较好 他有成见了 你为他演说 你把佛法做出来 你把念佛法门的书圣 展现给他看 那自然他的那个成见 就会因为看到你 他会有形式了 所以不能攀缘 我们还是可能有一个惯性 就比较强的一个想用言语去说服 这个也是一个习惯 其实在大人的世界里 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 一般会看你做什么 这一点我们假如领悟不清楚 我看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抬杠上面 你要说服他 他也要反驳你 搞得双方都很不愉快 然后心理想没关系再来 一有机会再来 这个就打着不可开交 人这个执着静不去掉 修学提升不了 更说服不了别人 能放下这些习惯 放下执着啊 很想去说服别人也是执着啊 我们不放下 我们很难提升很难转变的 很难让人家刮目相看 所以不能攀援 对方假如会毁谤 这个不能强求 好 那这个 师长这里也有提到 有一些人呢 跟菩萨有缘 他不念佛啊 要念菩萨 那感情好重啊 舍不掉 这个经啊 要多念念啊 要觉悟啊 一切诸佛都比不上阿弥陀佛 那菩萨当然更比不上 你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 偏偏去念菩萨 一个是情止太深了 第二个是不了解真相 所以才有这个 误会 才有这个 担忧啊 好 好像会受良心的责备 还有人念别的经啊 譬如像念金刚经 认严重 念了好多年 现在叫他念阿弥陀佛 念无量寿经 他也放不下 好 念了好多年了 好像心里有 欠旧的意 的意识了 这些心念都是妄想 都是烦恼 你的妄想烦恼要放下 我们学到这个 德尊普贤第二 经文说 身灌顶皆受菩提计啊 灌顶皆 那就是接受佛的顶法 最高的顶法 这无量寿经 所以佛 这个老和尚在这里比喻了 一个学生在学校念书 念一年级 到二年级他不想生了 他说我对一年级感情很深 哪有这个道理 好这段话 讲给自己听了 你假如看到亲戚朋友 他觉得哎呀 这样太对不起菩萨 你可不能逼人家 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你心地要放柔软啊 你逼到他最后 他就生反感了 更不愿意念了 要看情况 他这个执着放不下了 你反而顺势的 他觉得哎呀你这个人很柔软 顺势说 没关系你念的这个也是大成佛法 你只要回向 你看第二十四品 若有众生助大成者 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都可以往神 好 所以不能攀缘不能强求 那这个 佛为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 希望一切众生早日成佛 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 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要用推荐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能往生到敬主啊就一帆风顺了 一往生就圆正三不退了 而且呢还没往生以前呢 肯念阿弥陀佛 这个十网圣经说 阿弥陀佛请二十五菩 大菩萨随护其人 这个魔不能障碍啊 对了刚刚跟大家有提到 这个寿命很重要啊 这个有 烦恼魔 那个见识烦恼 沉煞烦恼 分别执着 有外魔 天魔 所以这个要慎重 还有 五音魔 摄 是物质啊 尤其这个身体 受想行事 是心理的 受 感受 想自己的思想 行 是这个心 的念头啊 止不住 一个接一个 你遇到什么 有感受了 然后念头就一直 相续不断了 是 那 你看我们有眼耳鼻舌生意 是 这个是里面就很容易 产生分别了 包含这个第八是会弱映像 这种心理啊 这种心理啊 观心无常啊 要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举杯浇愁愁愁愁愁愁 所以这身心的烦恼也很厉害 所以心经说要照见五蕴皆空啊 这都是假的 不要把他当真了 当真你就被他给困住了 好 第四个是死魔 你死了 哇 这一身修的又 退了一大半走了 所以修行人不能再死了 这是最后生了 死了就不得了了 所以老和尚前面说 往生的人是看阿弥陀佛接他走啦 跟着走啦 不是断了气了 那那个麻烦 那个就比较不稳妥了 都是活着去的 好 好 所以李敏这个 映竹讲 我们常常会被无常吞 无常迅速一来了 脱胎去了 吞掉了 你的修行都退回去了 好 所以寿命 第一重要了 好 所以 假设阿弥陀佛没有这一愿 要 一切诸佛 都推荐 介绍 没有诸佛宣扬的话 我们怎么会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们想一想 极乐世界离我们多远啊 十万亿佛国度啊 这都不知道多少光年 这个是天文数字啊 我们就不可能知道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了 那这个就是 是 世尊也是受阿弥陀佛这一愿的加持 十方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 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令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 都来推荐介绍啊 你看阿弥陀佛考虑就够周到啦 所以这个恩德太大太大了 佛恩难报啊 劝发菩提心文 第一的因缘就是念本师恩了 念释迦摩尼佛念阿弥陀佛的恩了 而且这一愿不简单啊 你要做到让十方诸佛赞叹推荐 好 我们学的这一愿啊 我们也要学阿弥陀佛嘛 学无量寿经 最重要的是效法阿弥陀佛嘛 好 那我们学完这一愿 要不要有志气啊 好 好 我们要做到啊 让人家都认同 都赞叹 我们的家庭也好 或者我们的道场 都能效法阿弥陀佛 这个愿力啊 你做到让人家肯定了 那大家才有信心啊 好 现在是信心危机啊 好 能够树立榜样啊 做到让人家赞叹没话说啊 哇 那这个真的是 廣秀共享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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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做到让人没话说啊 不要人家一挑挑一点毛病就急着要解释半天啊 好 好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啊 好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至心性要 至心性要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绝 唯处五逆 诽谤正反 那 一开始啊 老和尚首先啊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较量啊 华言第一啊 跟无量寿经比 无量寿经第一啊 而且这祖师都 要呈现给众生看啊 你看廉池大师注解小本华言经 那阿弥陀经 就是小就是小本的华言啊 因为呢 因为呢 他注解弥陀书超啊 就是用十门开启 就是整个贤手中的做法了 展现华言的境界 几乎完全用华言 所以读弥陀经书超啊 就等于读了一部华言经了 好 所以这么一较量 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第一了 四十八愿又是这一句 这一愿十念必生第一了 好 所以这句佛号是佛门的顶峰了 包含 前卿灌顶大师有说了 众生极重的罪业 什么样的经 什么样的颤都消灭不了的重罪啊 到后面还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能把它消得干干净净 我们所处的连在啊 缺乏圣教啊 所以啊 还没学佛以前呢 造了不少罪业啊 甚至于我们学的过程啊 很多习气还是忍不住啊 有时候想一想都会很恐慌啊 哎呀 假使百千姐所作业不亡啊 因缘汇聚时果报还志寿啊 主位同修啊 我们别干那个自己下自己的事情啊 哎别人下我们难道还有限呢 这个自己下自己啊 我吓得睡不着觉吧 哦 哦 尤其老儿上说怀疑啊 你怀疑自己啦 山崩地陷啊 哦 所以这一段老儿上 引了祖师啊 慈云灌顶大师啊 你真的肯念啊 没有消灭不了的重罪啊 这个很安我们的心啊 这个还有人给我们做表演啊 迎科法师啊 其实这些历史都显出啊 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 只要我们想回去啊 他没有不接的啦 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啊 如母一词啊 包含愿文里面都有提到 四十八愿提到了 若有数二 阿弥陀佛考虑得很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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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迎科法师出家 出家人再犯戒啊 那比在家人重很多的 你看迎科法师他犯戒了 他知道他有多地狱了 他念佛念三天了 阿弥陀佛念来了 这些例子都很给我们信心 好都能消掉 罪业 当然老和尚在这里也是进一步延伸了 现在念佛的人很多 为什么业障消不掉 这个色问很重要 我们学佛要建立一个态度 信圣言量 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你看阿弥陀佛的愿已经圆满了 所以问题不在他那边 问题在我们这边 我们建立这个态度蛮重要的 这个我们也一同修说的 我念得很欢喜 我现在就想跟阿弥陀佛走 阿弥陀佛怎么没来接 假如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认为 有时候会起疑心 我们很想去 那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其实可以检查一下 修行的路上自我勘验很重要 怎么检查呢 比方说你这一个礼拜 有没有哪个人 哪个事 哪个物 让你动心 让你动情绪的 让你动心的 假如有 那你不是说你一清就想往生吗 为什么这些事还让你这么动心呢 代表这些事你还是很牵挂吗 很留恋吗 很在乎吗 不然他动不了你了 你看人家那老太太老 老阿公 念念念 人家骂他 他也笑笑的阿弥陀佛 这些事他都动不了他的心了 好 况且我们读过《金刚经》了 被人家骂不只不会动气啦 感恩人家啦 理得心就能安啦 不会轻易就被境界给转了 《金刚经》说 善男子善女神 受辞读读读读读读经 若为人倾鉴 为什么人家不倾鉴别人 倾鉴我呢 一定有因的嘛 先是罪业 因度恶道 中了这些恶因了嘛 已经是人倾鉴过 先是罪业 极为消灭 所以他是帮我们把过去善阿道的 夜阴消掉 那没有消掉 我以后要去善阿道报到 所以骂我们的人是把我们送去乘佛 当得阿罗多罗 善女神 所以人家骂我们 我们还动气 那我们不够明理了 不能动气 还要感谢他 老阿相还表演给我们看 毁谤他最厉害的 他把他立牌位 每天帮他回向 他帮我消掉过去生的三恶业 三恶道的恶因 诸位忍者 骂你最厉害的人 你们有没有把他的牌位立起来 因为没有每天给他回向 一定要理事要不饿 理明白了 一定要具体到事项上 你才会那个领悟啊 才会越来越深 我们现在的根性啊 你体会一个道理说 你不马上思考怎么去做啊 那个理还是理 我们还是我们的状态 所以老阿相讲经特别强调 他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世在人旧 所以不能 我们只学理论 这样烦恼不能减少 尤其老阿相还强调的 应该是要把行 更重视起来 你忽略的行啊 受用有限 甚至不得受用 我们可以很冷静的想一想 这些年过去了 我烦恼有没有减少 心有没有越来越清静 这些别人是检查不了的 自我堪厌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好像经听了不少啊 但烦恼没减少了 所以老阿相说 不要解太多了 要去行啊 这个 四同寺院是修行的次第 众生无边寺院度 接下来是烦恼无境寺院段 第三才是法能无量寺院学 可能是我们是 读书也读了十多年 好像有一种求知欲 好像觉得 这部经也学一下 那部经也学一下 很喜欢解 但是清信心有没有提升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次第不能忽略掉了 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 金刚经这一段话 我们真正效法老阿上去落实了 真的 你每天给它回向啊 回向啊 慢慢你的感恩心就回向出来 我真的遇过啊 解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跟人家讲波罗 讲空性啊 带领团队啊 讲波罗啊 这个比我厉害多了 这个健康波罗 我这个功夫根本都没有下了 还得好好再找时间好好学习 当然这个无量寺经里面就有了 很多经句里面都是讲波罗的 手离一切执着 这个都是波罗的功夫了 这个 官法如画 这个都算波罗了 凡所有相 却是虚广者 好 这个人我见过啊 可是他找我的时候啊 是夫妻关系一定到水火不拢的程度 你看他解可以解到空性了 可是他用出来了 受用不了了 所以前几天呢 这个我们学习老和尚四十八运奖记啊 老和尚说行重要啊 你不要解太多啊 解的时候还是先一步经啊 其实这个都是老和尚对我们的关机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比方说你这一两个月啊 今天看看这一步经 明天看看那一步 结果一两个月下来 你好像觉得傻眼了 落在心中 有时候自己的受用啊 还得自己关照 你不能看别人这么修了 你也要装个样子跟他一样这样修啊 得要很客观看自己的 修学的状态 家庭是这样不敢学了 都退出来了 说我们没有学都比他的夫妻关系好啊 被他们吓到了 所以这个 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呢 我们就可以感觉这些大善之词的 苦口婆心了 你看从印光组织 是敦伦敬奋的 这个学的解一堆啊 很高的人 一定不谈敦伦敬奋的 再来 李比南老师 白衣学佛不离世法 必须敦伦敬奋 处世不忘菩提 要在行解相应 把行调到前面去了 那我们探讨到这里了 那进一步具体了 我们有把牢上来去啊 实实在在做三个月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寒路是吧 双路 你不下这个功夫啊 那解行不能相应了 解行不相应了境界提升不上去 那这个挑哪一句啊 大家自己看着办 一句就够了 做三个月你就明显感觉 自己的心境提升了 我昨天刚好一条笼 跟大家提到说 老阿尚曾经说过 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 老阿尚已经用这个词的最重要的 我们还不见得重视这一句了 所以老阿尚说 我的尊师啊 百分之三十四十啊 还比不上古人啊 我们现在关照一下 老阿尚教的我落实多少 这个我们的禅规就起来了 禅规是善根起来了 好 那这个理事要结合起来 了凡凡先生遇到云古禅师 了凡先生很年轻就好像秀才了 所以对辱世道的义理啊 我留意到这一点 了凡师信里面有好多重点 我们都要善于去领会 比方说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 Key Point在哪 在反省自己 改自己的个性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深深反省 有没有着力在改我的性格 假如没有 假如没有 那了凡世信的重点 我们没有抓到 你本来是让好人 你要理智一点 你本来是很急的 你要缓一点 你本来是强势的 你要柔软一点 你本来是强势的 这样命运才能改啊 像老说的 改习为立命之机啊 立命的基础是改掉习气啊 习净夜至消啊 习气慢慢慢慢放下了 这个业障就消掉了 老凡先生也算是明理之人 而且悟性也不错 但云古禅师给他的指导是 具体做功过格 还教词准题做 所以不是论理给他讲完而已 教他具体怎么干 我们想想了 了凡先生得这么干 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干 我们都知道行善很重要 可是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行善有没有已经到非常积极 甚至很自然 还是看着还点犹豫 有点不情愿 那好几年过去了 所以都得下这个扎实的功夫啊 就功过格的功夫啊 我们善才能不断增长啊 恶才能更有警觉去调伏他 而且我们观察一下 了凡先生发愿三千三四做了多少年 他做功过格哦 十年耶 三千三四才完啊 当然我也很惭愧 我也没有好下这个功夫啊 只是我突然感觉 哎呦 你看人家了凡先生都要这么下功夫啊 难怪觉得自己基础 好像学的自己信心也不是很老 晃悠悠的 还净少退多了 还是得步步为影 而且交持准提咒啊 那代表课念的功夫啊 一定要下 当然我讲到这里 不要大家今天回去背准提咒了 我们已经学到了佛法的顶法了 要好好念佛了 那这里提到啊 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啊 为什么业障消不掉 就是问题不在佛不上那边 不在这些经教的义理上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 要反观自己的 所以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关键是 云古禅师善巧问他 你觉得你应得科第佛啊 应生子佛 结果这么一试问啊 表白先生说 无追省良久 他反省自己反省得很深入啊 自己回答不应也 对 要反省这个云古禅师这个善巧对我们很重要啊 我们很习惯了 看到别人的缺点呢 就要把他讲出来 他不接受啊 还更举例 一定要他点头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 而且这个方法呢 没有留给人家面子的 成年人啊 我们不能不顾起人家的面子的 所以老和尚有讲了 二十岁以前可以讲了 二十到四十岁只能暗示了 不能直接讲了 暗示了 四十岁以后不能讲了 四十岁以后你要讲啊 这样是我们不懂人情事理了 学佛是学人情学事理啊 李比仁老师说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 会伤天害理哦 你会搞到人家恼羞沉怒的 你会搞到人家恼羞沉怒的 承认他的错的 这个都是适得其反的行为 成年人是 你能引导到 让他自己有感而发承认 或者你做到让他感动他自己 反思 好 所以这个问题都不在佛菩萨那边 好 那为什么消不掉呢 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其实还是没搞清楚 因为这个念呢 只是口皮上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心里头没有 心里面还是是非人我 贪嗔痴慢 那这个不行了 这个与佛不能感应 要什么呢 心上有佛 我们中国字这个念 金心 所以念佛是 心上真有佛 佛法是重食指 不重行事 假如念的时候还有这些是非人我 但这个主师也是提醒了 口念弥陀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而且我们在念的过程 假如是杂心念佛 多心念佛 乱心念佛 那没有感应不能消业障 而且会在念佛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分别执着念给增长起来 所以夏老有提到 不能轻忽仰视 你把这个分别执着念着念着 越来越会打妄想了 所以我们念佛也好 读经也好 也是要关照 是不是妄念越来越少 这个才是进步哦 假如读经读俗了 那很厉害啊 编达妄想了 经也读对啊 但是其实敏锐一点了 那种状态是没有射心的 心是没有专注的 这个都要改善这个情况 要警觉性更高啊 要把它拉回来 要念的一字一句啊 专注清楚了 好 所以老上这里也说了 从心里头啊 伸出来 心上有 口里念出来 从耳朵啊 再听进去 我们这个时代啊 这个娑婆界的人啊 耳根最立啊 能射耳地听啊 这个六根就容易收射回来了 好 那师父这里呢 也有具体指导了 先把无量寿经啊 念三千遍 这个就是行了 具体去做了 你听很多经了 你要有具体的做法 去下功夫了 一天念三步啊 三年圆满 三年啊 念三千步 目的在哪呢 目的在修定 三千步念下来 心定了 不会去胡思乱想 定于一门 定于一部经 而且三千遍念下来啊 这个经一定会背 这个要记得住 记不住啊 对你修行没有帮助 因为记住了 我们就能在境界当中啊 反观了 在境界当中啊 依教奉行了 比方经文里面提到了 这个 当自端心 当自端身 耳目口鼻 皆当自端 身心静解 与善相应 误随随私欲 不犯诸恶 这个动作 瞻事 安定虚伪 我们一举一动啊 都不能浮躁 你看这个 身啊 心啊 一举一动 都要端正 这个 不能坐视仓促 败悔在后 唯一之不地 亡其功夫了 那这些经文就知道我们 随时提醒自己 心要安详 安定 不能 不能提照 跟别人讲话了 何言爱 劝欲测经 你念俗了 真的很 很 微妙 你念得很熟的时候 往往你遇到境界 刚好那句跟你现在境界相应的句子 它自己冒出来 这个人还是有自性的德能 起作用了 好 好 三千遍念了之后 求解 明白清楚了 意思了 要照着做 这样才叫做修行 把经典里头的道理 变成我们的思想见解 经里面的教训 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属世带人皆决定依照 无量寿经教训去做 我记得我初学佛的时候 老阿尚说 无量寿经做到百分之百 上品上身 以此类推 百分之二十 下品下身 真的变成生活行为 那一定可以往生的 尤其我们前面讲 得尊普贤第二 我们处世带人皆冒 想到礼敬主佛 我们现在有没有不公敬的人 提醒礼敬主佛 称赞如来 你这些静止于对照 你平常不称赞别人 你一下子要称赞别人 是很不习惯 很勉强的 你要练这个功夫 称赞谁呢 称赞你另一半 这就很令功夫了 你能把称赞另一半变得很自然 那你有功夫了 那普贤行首先要落实在家庭里面 那这个普贤行真的变成生活处世了 那这个叫真修行了 无量寿经变成生活了 那你的心跟阿弥陀佛一样 愿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变成自己的本愿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同解同行 那真的做到了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了 你还不往生 谁往生 所以这个叫真念佛 心上真有佛 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其实我们学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老上说给我们介绍老师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老师 好 老上这里也有提到 他们有几位同修 一起在谈论 佛法里面讲佛是万德万能 这句话不相信 这个是赞叹的话 不是事实 那为什么呢 假如有一个人造了很重很重的 忤逆十恶罪 马上就要度地狱 佛有没有能力 叫他立刻成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那万德万能 如果有这个能力 那万德万能可以相信 没有的话 那是恭维的赞叹 那老上说后来读到这一个经 这一个愿 那这个确实是达到了 实念必生 这个观经里面说 要度地狱的 念佛 都可以往生 所以这个万德万能 不是只是恭维赞叹的话 是事实 所以佛一定能救我们 不管我们的罪业有多重 只要我们肯称恋 这是万修万能俱的法门 那老上进一步说了 我做佛时 时方众生 闻我名号 这个闻呢 不是一般的听闻而已 要包括真信切怨 这个才是闻 这个闻 如果闻里面没有信愿 那就是听而不闻 这个点的提醒我们 自信信要 这个关键要紧的四个字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这四个字上 自信是真心 真诚 真诚到了极处 才叫自信 真诚到了极处 就是一心了 心里头 还有一个杂念 那就不是自信 那就不是自信 心里头一个杂念也没有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这叫自信 这个祖师呢 这个祖师呢 有做一个比喻 让我们体会一下这个自信的状态 这个是罗石大师 辟育的 比方说有人在野地里 在这个森林里忽然碰到强盗了 冤家在主仇人相遇 他们就拿着弓箭刀枪 追赶 要锁命了 要你的命了 结果这个人赶紧逃跑 若被追上来就没命了 一想不好 这就是黄念老 在这个弥陀愿亡 大愿核心就讲这五愿的时候 提到这个自信的讲解 他一想不好啦 前面有一条河 我在河边上 我是脱了衣服过河 我还是就这么过 我要是穿着衣裳游泳不变 我不好过 要是脱了衣裳费时间 他们抓住怎么办 这个时候心中所想的 只是怎么顾河 这时候还会想 我银行存款怎么办 家里还有什么事要吩咐 全没有了 就只是想怎么过河 心里没想任何其他的念头 只是想着怎么过河 不然没命了 这个就叫自信 这样我们容易体会了 好 好 大家刚刚听那个故事有没有进入那个状况 可能我们没有被人家追过 其实我们那个生死海 我们已经 头出头末太多次了 这一次不能再掉进去了 主事这些比喻 其实都是 让我们去领悟 其实刚刚这个比喻 假如跟应主的死字贴在额头上 合起来体会 那应该会比较有感觉 因为无常迅速 我可能下一秒钟我就不在了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啊 假如我下一刻就可能会死了 那我现在心里面还把这些东西干什么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所以最殊胜的正念是什么 在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到第一圣念 就是念死 人能想到随时有可能会死 他很多挂碍就比较容易放得下来 那信要真性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叫信 要呢是喜欢 喜欢阿弥陀佛 喜欢极乐世界 真正想去啊 这才行 所以黄念导说的要把念佛摆第一 不要求我们当唯一啊 但是要求要摆在第一 你没有摆在第一 你就不是要啦 很喜欢啦 其他的事都比不上这件事 所以一有时间赶紧想念佛了 这个就是要了 假如我们一有时间 泡泡什么咖啡来喝 不错 打打什么电话 跟哪个好朋友 唠唠嗑 拉拉寡 那这个就不是要啦 这个都要自己检查的 这个别人说我们还不欢喜 这个得我们自己检查了 那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哇 这一生当中啊 一丝一毫善事善心善行 都回向庄严净土 都把功德啊 回向 庄严净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求世间的福报 这个也要自己检查了 这个也要自己检查了 我们有没有想 哎呀我都做这么多了 希望谁对我好一点了 尤其这个心呢 那就跟这个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不过效应了 你这一念啊 就把你做的善翻转成 轮回善业去 你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你所做一切 变并往生的资粮 变功德 能有求好处福报 功德就没了 然后愿生我国 所以欧益大师要解理 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呢 决定在信愿之有无 也就是这一愿呢 愿生我国 至心信要 信愿的重要 在这一愿里面呢 体现出来了 所以往生 关键在信愿之有 品味高下 在慈明的身前 慈明功夫身 品味就高 慈明功夫前 品味低 关键是 慈明功夫的身前 没有说慈明多少 慈明要有功夫啊 什么叫功夫 念佛 念佛的时候心地清静 不怀疑不夹杂 这个叫功夫 如果念佛怀疑夹杂 就没有功夫了 这不容易得利益 所以大师之菩萨 教给我们 静念相继 这个念要清静 才有感应 才相应 那当然 念佛啊 不可能一念就心地清静 不怀疑不夹杂 我们可不能听完这一段了 这个不是念佛多少 是慈明深浅 那你就忽略了世上的修 那不行了 海前老道上也有提醒了 这个念阿弥陀佛 我不是一下子就能念得好的 一定要花一段时间的功夫啊 那我们每天得有定刻念佛啊 你看理跟事啊 一定要结合起来 我们都知道念佛很重要 可是我们假如没有摆到定刻里面去啊 每天要念多少啊 要念得越来越清静 杂念越来越少 我感觉不大可能 可是啊 我们一天一天再过了 一年一年再过了 到时候念佛的功夫都没有啊 那个身体又不好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断恶修善要用功故格啊 这个念佛啊 也得要具体自己下功夫了 不能悠悠放任啊 这了凡事讯说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我们延伸开来天下有好姻缘的人不少啊 我们都遇到念佛法门啊 这姻缘太好了 所以德不佳修善了啊 所以德不佳修善也不佳光者 所以念佛功夫啊 没有提升者啊 只为英寻二字啊 三个一生啊 英寻果且就混过去了 可能我们会说 可是我最近真的很忙啊 你不能以忙做借口啊 其实说实在的你越忙越要念 为什么 你越忙代表你处理的事情多啊 你不念佛啦 你越处理你忙在事里面的 你心不够定啊 你去抉择的事 去处理的事啊 我看不会处理的太好 你就跳不出那个恶性循环 处理不好事你就更忙 更忙就更命不了佛啦 所以我们要跳出那个循环的 死骨头里面啊 跳出来要下 这个 要有勇猛心啊 要立决定制 我决定要下一些扎实的功夫啦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我们这个要用用功过格啊 然后的这个念佛啊 定课也要有啦 不能再蹉跎啦 明日复明日啊 明日何其多 我生带明日 万事成蹉跎啦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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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